2015年就两大重谍 一个就是大陆股市 当我们在两周前 金钱报重新复播之后 就第一时间掌握到 入股的一个起涨跟出生段 那另外我们就看美元指数 也一样同样的形态 同样的转强 同样的量价结构 同样的基本面环境 所以到底入股的喷出 跟美元的喷出 这两个 先不管他们关系 会对我们什么影响 最后我们就看一下 因为从台湾人 比较关心的一些会来讲话 当然都是扁的 相对于美元都是扁的 只有美元涨 可是我们抓一个基准点 我们就以台币为基准 因为我们是台湾人 手上是台币 比台币扁得多的 基本上你持有它就赔钱 比台币扁得少的 基本上你投资要赚钱 比台币扁得少的 譬如说纽币 假如今年投资纽币的话 至少在利息之外 你还赚到一点差价 人民币 当然你除了利息之外 也可以赚到大概3%的差价 当然最爽的是投资美元 除了利息之外 你可以赚到好多好多的差价 可是相反 假如投资日元 至少要赔大概将近7% 你投资欧元 你毫不让你去要赔6% 所以我要讲到旧宇 我们现在定调 一个是入股的出生段 更重要是美元的出生段 这两个出生段 我们从货币投资的角度 2015年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说其实2015年 今年以前 其实投资比较难做 尤其像2011年以前更难做 因为很多东西都在涨 有些人像买澳币 结果澳币没涨 涨到南非币 然后他换到南非币 南非币没涨 然后涨回澳币 这就换来换去 所以很难挑 因为很多东西在涨 就美元不涨 但现在好做多为什么 因为2015年以后 我们说美元常要呈现一个升息 因为升息通涨不一次 通常会持续一个 比如说四个五分大 一个大级续 对一个大级续 到下一次降级之间 其实我们认为说美元 还是常现一个 比较理想的状态 观众朋友注意到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 这是一个告诉你的结论 所以只要是升息的国家 通常货币很少落势 升息要比别人快 别人升2% 你要升3% 这样就可以了 有利差 效益就会起来了 所以这种模式变成说 以前投资很难做 现在好做多 为什么 因为一看没有什么可以做 这只剩美元 对 所以我们说两条路线最好 一个是什么 我可能投资美元 美元在前进美国股市 有机会股会双赚 那种模式是怎么样 像人民币的模式 可能也不错 因为中国股市 它产业转型度OK 中文效益也不错 那另外说人民币 如果你贬得不负度 比台币小 相对升值 相对升值 好像也不错 那其他变成 其他的国家 或其他的商品来讲 相对没那么好 今天台币贬值 人民币也贬值 可是观众你知道吗 今天台币对人民币 再度刷下历史新低 因为台币贬很多 我看到中文经验堂的 蒋爷爷在哭你知道吗 5.2比1 越来越 台币越来不值钱 蒋爷爷有很多美元 也不一定 所以要看情况 对 台外资产有了 大家搞不好是开心 就是台币贬越多 效益不值钱就消 所以你看 你可以体会日本人 日币贬很多 有没有很爽 其实对有吃很多外币来讲 觉得不见得差 亏的是说 完全没有做外国商品 投资的人 你就拿着币是在贬值的 虽然你花钱没差 但是买外国品有差 就是有就与这种人 搞得台湾金融账大流出 每年流出1500亿 我们是去搞外国 不是去搞台湾这样的模式 我们把钱换回台湾 换成台币 赚外国人的钱 换回台湾花 这个才是爱国的心态 那我要请教士忠哥 我们观察一下 那从股市来看 因为股市来讲的话 跟官方报告 这个是没有含汇率 就是单纯就以指数的表现 去年全球表现最好的 阿根廷 阿根廷股市涨了59% 可不可以不要太高兴 因为阿根廷的汇率是崩盘的 所以一来一回可能没赚钱 第二名就是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经历继续喷出 还有印度 土耳其 埃及等等国家 其实亚洲国家居多 特别是新兴国家 其实去年表现不错 那去年表现最不好的阿根俄罗斯 俄罗斯除了股市指数跌了15%之外 它的汇价大概也变了将近四成 那另外整个欧洲体系都不太好 甚至韩国股市马来西亚 前几年蛮热门的股市都不好 加上汇率贬值是股汇双杀 留在这边可能这个九死一生 还有机会 可能买到入股 或买到其他像印尼 可能在股市赚 虽然汇率赔 他还赚一点点 这边是死死不生 不仅死一次 还要死两次 所以我请教示宗哥 怎么看一下 会2015年牛熊翻转吗 赶快去抄底 还是继续追高 您的观察 我认识一个非常做基金 他赚好多年 他都跟我说他每年怎么做 他就看前一年比较不好的 他就逢低去买这些 隔一年的话通常都还不错 如果我们用去年 对 我们用去年来看的话 其实去年你看 涨幅第二名的上海中和 其实他2013年是跌的 你看土耳其他2013年也是跌的 里面很多像 包括泰国股市 他在2013年也是全球表现最不好的 前五个国家的治理 就他在隔一年都表现非常好 所以你用这种抄底 用心态去做的话 我觉得或许会不错 2013年不好 其实好久2014上榜 2014都还不错 但是阿根廷除外 阿根廷2013年已经涨88% 他去年又涨59% 可是他货币崩盘 对 货币崩盘 所以你还是要看彼此之间的状况 那俄罗像跌的排行榜里面 俄罗斯去年 他2013年也是跌幅前几名 对 可是他去年又跌最糟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胆量的话 或许你可以考虑 对 你如果用反向的心态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表现 比较不好的股市 跟油都非常有相关 对 或者是说跟这个东欧国家 像这欧债危机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你仔细去想 如果真的用比较中长线的眼光来说 或许明年真的又会反转过来也不一定 当然我对中国股市是比较看好 因为中国股市 去年虽然涨幅非常大 但是我也满认同说 它是一个出生段的行情 跟美元一样 对 你仔细去看 全球很多股市都已经越过新高 它现在离新高 它有一半的差距 所以才3000多点 所以像美元像入股都可能短期买贵 但应该不会买错 对 我觉得是说你要看它的 不只是说去年涨幅怎么样 还要看它相对位置 如果相对位置还是满低的 我觉得今年可能都还有涨幅的空间可以期待 对 蔡总那你怎么看 我们从国际股市 从国际汇价 甚至看到台股 怎么看 这去摸底吗 像我们有个家金城银行 专门摸欧债危机 它现在可能又在挫了 2014 2013 好风光 金城银行了不起 敢去摸欧猪债 靠猪发财 2015年会有变化吗 我们是不是也去摸一下 俄罗斯白熊 欧猪 我深信 这个改革是资本市场的硬道理 我回想 民国76年 我刚进台北股市 马上说什么 解除戒严 然后放宽外汇的管制 台湾给你感觉一片欣欣向荣 你过去解除戒严的时候 谁会把钱汇进台湾 管东管西的 后来解除戒严以后 外汇管制解除了以后 钱就排山八号 股市就飙翻天了 从不到1000点就飙到12000点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有一点硬道理 这个大陆就是开始一连串的改革 印度也在改革 印度去年不是选出了一个莫迪的 一个新的总理吗 他最崇拜的就是中国广东改革的经验 他要模仿这个情况 所以这两个股市 那只要对比 其实特企也是改革蛮凶的 印尼也有一点改革 只是说现在这个灰绿的一个波动 那台湾有没有改革 台湾算改革还算政府 我不能评论观众自己想 台湾能有什么改革 2016马上要总统大选 我看看守政府 今年平平安安 不要再发生什么trouble 那就OK了 但是各美国有机会 我给各位看 去年大盘只有涨8% 这些最多的像祥申做印刷电路板 还涨到500多% 最少的这个新传媒 这个是TDR 也涨了265% 三种 第一种 因为去年有一些小型股 把EPS用月外收益给做出来 那股票就飙涨 包括你不要看到祥申 或者这边的吉祥权 后面做半导体通路的郁姐 就是这种 第二种模式 我小型 但是我新产品 新梦想 有梦最美 包括什么 立望 对不对 单景 祥硕 我觉得今年要注意 后面这两党的形态 一个叫做保德利 为什么 大陆的资金入股 做宝石 现在做珠宝 再过来新传媒 黎智英不是辞掉了 E传媒的主席吗 所以新传媒 这个香港的媒体 现在就爽到 所以要特别注意 现在大陆股是已经涨了一年 去年大涨 今年台股当中 除了ETF 大陆的入股ETF 去年飙翻天 环市跟大陆有直接关心的这些公司 今年就是会大涨 我看今天开红盘 那个新传媒又涨停板 又涨停板 所以大陆的TDR TDR分两种 一种是什么 我们台资回来挂TDR 像康世物这种 这个没搞头 一种是入肢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去年的跌幅 有个盛华最惨的 盛华已经挂了吧 大陆这个银行不挺他 抽他的资金 还有F股不是被炒了以后 打出言行 那F再生不是有突兴事件 就F通信 F艾梅 F胡针 一投他股的F股就下来 然后还有一些出事情的 融化高雄七宝 这股票的大跌 未前不用我讲了 典型的事情闹那么大 也跌掉了那么多 长云科也跌那么多 我告诉你油价跌了以后 电动车不好 长云科就是台硕集团 做电动车的 甚至今天开鸿榜 我看Gita美丽达的自行车 也不好